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来来来 菜齐了啊 妈 你尝尝这个豆沙包子 这个呀 是糖尿病人专门用的那个代糖做的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老运爱这么做就给我吃 是吗 是吗 你也喜欢呀 以后我天天给您做 来 你 来 姐 吃一个 你们干什么呢 这是 妈 这个就是给您吃的 没事 嗯 来 来 经理 我打药维莱先生验过货了 朱经理 我非常开心 请坐下凉 好 哦 你居然只有三天的时间 但是还把这批火全部都翻过 很好 二卫兰先生 这一次您满意了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火很漂亮 我全部都要 太好了 你看 我已经把纸票 带过来 请过目 谢谢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周经理 能告诉我吗 你是怎么办得到 这么大的一批火 全部都翻工了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做的 这个嘛 商业金 哦 这批火在中东肯定会买得 特别的好 到时候 我还会来在脚底 好 到时候 咱们再看缘分 缘分 缘分 好 这个周英子 贼心眼怎么这么多 那龙哥要的这批货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还不只能干看着 这儿 李文娟 到 给你 这么多钱呢 我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呢 太好了 高兴吧 高兴 这样得谢谢周经理 是啊 我们得谢谢周经理啊 刘子星 到 给 海洋 我这辛苦大半年呀 我这挣的钱 比过去三年挣的钱都多 谢谢周经理 再接近利啊 谢谢 顾文文 到 陈丽君 到 给 这下我妈的腰 快乐乐 到 周总经理 你 得发钱呢 江青 江青 你怎么来了 打个 打个电话 好的 喂 啥事 佛陆 金生回来了 他还说 要请咱俩吃饭呢 你看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 没空啊 没空 你挤点时间出来呗 金生明天可就走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进地主之一 把金生啊 叫在家里来吃顿便饭 你看呢 行 你 看着办吧 反正我晚上回不去 我晚上 去景德镇 拉活 你今天晚上要去景德镇 那 那算了吧 那你 代问金生好 好吗 哎 谢谢啊 谢谢啊 谁啊 你好 詹小姐 二楼有位龙先生在咖啡厅等您 请您务必闪光 谢谢啊 龙先生 哎 对了 这次考察得怎么样 哎呀 本来我是满腔热血 要偷身于慈善事业 可是从乐坑回来 我也没想到 我改变主意了 改变主意了 龙哥 龙哥 人来了 请 龙哥 你就是龙先生 怎么 你认识的龙先生 很多吗 坐吧 嗯 喝点儿什么 嗯 热咖啡吧 冯元 来杯热咖啡 我回到乐坑 村民的生活水平跟我走得如是一样的 家里面一瓶如吸 当时我恨不得马上要改变村里的命运 我决定我回来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寄钱给他 那你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主意了 我走出龙家 看到一片一片的竹林 我就在想 他们守着这片竹林 宁可让竹子老死 也懒得去做些东西 换些钱改变村里的命运 我寄钱给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谢谢 水方妹子 这一年去哪儿了 龙哥 你在找我啊 我只是一年没见着你 我猜你应该不在本地吧 我呀是个四海为家的人 这省城啊也不是我的家 实话实说 我找过你 我们俩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是我觉得你身为一个女流之辈 说话办事入情入礼 而且还很仗义 这么多年啊 我这身边就缺少一个 真正能帮我的人 不知道水风妹子 愿不愿意到我的公司 咱们一块儿干 我 到您的公司 我还以为龙哥找我什么事呢 谢谢龙哥美衣 为什么同是乐坑人 你从乐坑打拼到县城 到省城 为什么你变得越来越好 而他们还是那么穷 贫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懒惰 就算我把钱全捐给他们 他们享受完之后 还会继续收穷 而经历了富裕的收穷 会使他们在精神上更加痛苦 游减入奢医 游奢入奸难 所以 我决定不做刺杀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滥慈悲 而害了那些穷 你的这个想法 我不完全认同 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 是蓝也好 或者是没有文化也好 毕竟他们现在在受穷 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 我认为还是应该帮一把的 所以这次公司赚了钱 我特意拿出一部分 作为爱心基金 用来帮助那些 家里困难的员工 真的 我这么做了之后 我觉得我帮助了别人 我心里很快乐 好 英子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不做慈善 不是说做慈善不好 助学 赈灾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大力去做的 可是 扶贫这个问题 我认为 应该冷静地去区别对待 最关键的是 我们光是从物质上的帮助他们 还是太肤浅了 单无之急应该从精神上思想上 去彻底地改变贫困地区的观念 我明白了 就好像奶奶以前说过 帮人莫如帮心 就是这个意思 受人以渔不如受人以渔 那你打算怎么帮他们 我要从政 从政 我这个人啊 飘荡习惯了 不想在哪个公司捆住我自己 龙哥 既然你看得起我 以后有什么事 随时来找我 你看行吗 好 既然 随风妹子不愿意 那我就不强求了 这样 我愿意跟你拜个靶子 让你做干妹 不知道 妹子意下如何 我当然愿意了 能做龙哥的干妹子 那是我的荣幸啊 好 就这么定了 改天我请客 哥 别客气 客是得请 这一嘛 我认了个干妹子 咱们必须得庆祝一下 二 我真得感谢你 上一次 要不是你给我提醒啊 我真的会因为一个小错误 误了我的大事 你说 该不该请客 不知道 妹子 赏不赏这个脸啊 没问题 我从中段军校学业 到下海经商 当我赚到了 一些人这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汇报这个社会 你不是常说吗 有钱大家赚 我这话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话可深得去了 我研究生毕业以后 分配到轻工业局工作 可是我没有去 可是这回我想回北京 重新考公务员 重新进入政界 因为我意识到 要想真正地改变人们的观点 改变那些林林总统的社会问题 通过政治体制 来得更快 更有效 当然 虽说是哲学 文化也是一种熏陶 但是不能立竿见影 实业救国也是必须的路子 可是 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导向 钱赚得再多 还会出乱子 你觉得呢 你说的这些太深奥了 我不是完全明白 但是有一点 静生 只要你做的决定 我都支持 谢谢你 英子 我知道你会支持我 其实 除了你 没人支持我 就连林小天都说是啥 我说啊 有钱不享受 跑回去 读书 考公务员 自讨固执 他那么说也是为了您好吗 我当然知道了 可是我这个人呢 做事不留后路 我把他给我那些房子赚的钱 全都捐给灾区了 全部都捐了 我是铁了心的要从政 可是我想到我手里还赚了一大笔钱 这不是显得我不够清廉吗 那 那 那你把钱全捐了 你 你放心 生活费还是有的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帮我帮我去 龙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那个 我给你倒水 龙哥 喝茶 累不累 要不今天晚上去我那儿吧 你别忙活了 坐那儿 我问你 我让你搞定的那批出口的绣品 为什么还没搞定 龙哥 那个 我正在努力呢 但是那个周英子 实在是太顽固不明了 我想了很多办法 你放心吧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翠兰 你是跟了我多年的老人了 我不想亏你 才把这么重要的子公司交给你 我知道 现在全城的秀业都在我们的旗下 只有宋氏秀业一个罗王真语 如果要是说 将来他做大做强反被他收购 你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 我明白的 好在我也不值这点生意 不过我告诉你 以后这种事 我不允许再发生 我知道了龙哥 你放心吧 那个 好了 我还有别的事 我先走了 福禄 你怎么还抽上烟了 你能不能学一点好的呀 你不是说你今天去景德镇吗 怎么没去啊 问你个话呢 抽烟对身体不好 说多少遍你都不听 怎么了 没去景德镇了 改天了 改天了你就早说了 要不然跟我们一块吃饭多好 妈她们都睡了吧 我倒是 想吃 谁知道你们在哪儿 那你应该问春宴啊 是春宴给我们订的饭店 算了吧 我不去 正好 你们俩在一块儿 还能多聊会儿 咱们俩在一块儿 聊得才开心呢 咱们俩在一块儿 咱们俩在一块儿 你不说在家里吃吗 你不说在家里吃吗 本来打算在家里吃 本来打算在家里吃 可是后来我一想啊 可是后来我一想啊 既然是请人家吃饭 既然是请人家吃饭 还是得去饭店 还是得去饭店 这样正规一点 也显得客气一些嘛 那是 那是 人重要嘛 就得去重要的地方吃饭 就得去重要的地方吃饭 不像在家里 一日这么多人说话也不方便 什么意思呀 阴阳怪气的 我跟金生我们又没聊别的 没聊别的 没聊别的 这一点才回来 这不才九点吗 你平常看电视 不还看到十点钟吗 怎么了这是 我今天去啊 本来想跟他说 让他捐点钱 给大姐的那个山村学校的 就说这事啊 那结果呢 结果金生跟我说 他不想做生意了 想从政 他把做生意赚的所有的钱 全部捐了 捐给慈善及格了 所有钱全捐慈善了 对啊 他是 傻吧他 你看看你 什么境界啊你这是 不你等等等等 什么叫我是 什么境界啊 我境界不如 我 当今生个高呗 我 周总 好 奥威兰先生来电报了 说再给咱们追加十吨的绣品呢 您看 怎么了 这件事情我再想想吧 这么好的事还要想啊 淳嫣 麻烦你给酒店打个电话 如果邓总有时间的话 我想跟他聊聊 好吧 京生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马上要走了 还把你叫出来 不过 我实在是找不着 可以聊聊心里话的人了 真的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能力 继续把公司做大 或者干脆 就小夫既然得了 真的 我觉得这段时间 经历了那么多事 我觉得特别累 真的 福禄也忙 我也忙 别说在一块儿吃饭了 就连静下心来 好好说说心里话的时间 都没有 英子 你是个很能干的人 天生做企业得了 不要怀疑自己的能源 小公司 一定要做大 因为只有做大 你才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只有做大 你才有抹杀风险的能力 小公司 缺乏实力和财力 一遇到大的风险就完了 宋师兄爷 在我表姑的手里诞生 又在你的手里起死回生 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如果你就此小福吉安 再往下 就只有走下坡 可是我 我知道 你现在觉得很累 处理不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没错 这是所有现在职业女性的通病 我在深圳见多了 我觉得 你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知道诸葛亮吗 鞠躬尽瘁 死而后遗 很伟大 很敬业 是吗 可是 他不够智慧 什么 诸葛亮还不够智慧 他是累死的 为什么 势必功心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不是事物巨细的都要自己去做 而是要学会管理 让别人去做 盈儿 你现在不是从前的单打独斗了 你要转型 转变成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者 你很聪明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办法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当务之急 我要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的 可靠的管理团队 是吗 不要怕影子 朝前看 前面的天地更广阔 我支持你努力尝试 以前我们常说的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我回去以后啊 你经常给我信息 告诉我公司的进展情况 不行就给我打电话 金生 跟你聊完之后 我心里头敞亮多了 谢谢啊 还那么客气干吗 你还有事 我就不耽误你了 走吧 你又真好啊 你慢一点 快快看 孔明的 孔明的 来吧 行预客院吧 抓我 什么雄崽文姬 书奶奶吃啊 不要 谢谢呢 书奶奶 谢谢老奶奶 奶奶肯定健康长盛 小心能 Genau 好了 抱歉小心点 entre 小心 走了走了走了 来来来 行了 小心啊 往前走前面 拿一个拿一个 小心点啊 来来来 拿一个拿一个 来转转转 你往前走啊 好 你们几个 跟着奶奶往前走啊 要不辣的啊 别给孩子放辣酒 来 来石川 不行啊 你居然怎么回事啊 一万多块钱的衣服呢 你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这样啊 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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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怎么了 你去看一下 没事 我去看看 你先先走 你慢点 你干吗开我身装啊 我这衣服 怎么了 哥 你看他把我衣服弄的呀 我这一万多块钱的衣服呢 都给我弄脏了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这这擦擦不就行 行了吗 这不是故意的就行了 干洗一次就得一百多块钱呢 行了 我没喊了 都不看了 我自己 你嫂子那儿进了个干洗机 回头给你干洗 没事啊 没事 没事 你别看我这衣服弄的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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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羊串都没买成 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我刚才泡姐一女的 特别是 穿那串从她衣服上了 跟我一顿喊 谁呀 那么没礼貌 就那个 穿粉衣服那个 潜水缝 南姐 你认识她呀 可只是认识 我一直找她们 这回倒好了 让你给碰到 她呀 跟那周英子 是姑嫂 你看着吧 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她们 让她们全家都不安身 走 你们两个 赶紧帮我出出主意啊 想想 怎么样整整周英子和沾水缝 这两个贱人 这周英子实在太可恶了 我后边又去找了她两回 她死活不肯把秀业给我 弄得我到现在 一直不好意思见龙哥 事情吧 要一件一件的了 依我看呢 还是先收拾这个水缝 要不是她捣乱 龙哥 也不会离开兰姐 对 可不是嘛 我就不明白了 沾水缝早就得罪你了 怎么兰姐你一直没找她呢 别提了 我说嘛 这个水缝和周英子 不会是一家的 连高野人的本事都是一样的 这个沾水缝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成了这个龙哥的 败靶子妹子了 你说我怎么弄她 现在呀 龙哥也去沿海了 对了 你们两个 千万要记住了 咱们做什么事 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明白了吗 如果有龙哥这层关系 还是小心为好 可以按洪英硕的办 先打她一段出出戏 看她有什么反应再说 你觉得能拦截 好 不愧是读过高中的人 脑子就是好使 行 就按照你说的办 谁啊 小姐我们打扫卫生 我都是下午才打扫房间 你们酒店知道啊 今天酒店招待领导 要求我们上午就要打扫完 打扫卫生关门干吗呀 沾水缝儿 今天我们就是来打扫你的 干吗 起 起 你 放开 放开我 去那边我拉 来打扫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啊 借人 快忙 借人快忙 你快忙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救命啊 救命啊 杀人了 快来人吧 借人 快来人 非常抱歉 对不起 詹小姐 我代表酒店向您陪不示 现在已经把他们送去公安局了 房间也打扫好了 请您回房间去吧 我不回房间 我凭什么回房间啊 你说你们这么高档的酒店 居然让这种下三浪混进来 还穿着你们的工作服 我告诉你啊 我要去告你们 我要告你们这个酒店管理不善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詹小姐 请您多包涵 我们一定会请警方尽快破案 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看看看看 这都找到什么人呢 水凤没伤着 倒把自己给伤了 这不搬着石头 砸你自己的脚吗 真是的 还进了公安局 猪脑子 笨死了 蓝姐 你别生气了 那两个妹子也算机灵 啥都没说 交了罚款 人已经被放出来了 这点事都办不好 周总 这几天都加班 累坏了吧 是啊 好长时间没有加班了 这两天还真有点不适应 对了 春意儿 奥白兰先生是不是这两天 就要把货款给咱们结了 对 收到货款之后 咱们要去银行 赶紧把这个月的贷款还了 好 我知道了 现在赶紧别人 下次咱们再聚呗 行啊 没问题 邦姐 胡英开了好几家美术院 有一处小专手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是吗 对呀 周总 怎么了 没事 没什么 我说英子 这才几点啊 大清早的 傻事啊 我不是着急吗 我昨天看见 你跟他们在一起了 谁啊 就是那女的 洪英 怎么了 你不知道吧 洪英当初 在县城供销社的时候 跟贾错兰一块 设计陷害过我 还有那男的 你也见过的 龙哥的人 我知道 我告诉你啊 他们肯定是一伙的 上次在河边对我行凶的 就是他们这帮人 再说 前两天 你在酒店被别人打的那事 我总觉得这几件事啊 好像 好像是有什么问题 你说 会不会是 贾错兰在中间 想搞什么花样 我觉得你想多了吧 就算贾错兰他再狠 他也不可能每天就惦记着 对付你这一件事吧 我倒希望我是想多了 不过这事不能掉以轻心 你不是朋友多吗 让他们帮忙打听打听 看看他转给你的 那个美容院啊 有没有问题 嗯 知道了 哎呀 你别不当回事 我就不多说了 我还要上班呢 记住了啊 嗯 放心吧 知道了啊 嗯 这边请 好 英子 真让你说对了 我去打听过了 这个美容院啊 是个声色场所 而且公安局 都已经勒令关门了 你说我真要是接了下来 这不是砸在手里面了吗 并且这个铺面 根本就不是红莺的 是龙腾公司的 龙腾 怎么又是龙腾公司的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这个红莺就是贾翠兰的手下 而且啊 她是龙腾秀业的部门经理 水凤 好在这一次啊 你没有上堂受骗 我跟你说 以后多长点心眼 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了 不行 凭什么我这么好气候 我要去会会这个贾翠兰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这事就算了吧 别管了 梅子 你先别急 这件事啊 我一定帮你问 不急 有龙哥在 我能着急吗 我真是没想到 你会主动来找我 龙哥 咱俩也好久没见了 怎么样 最近好吗 好啊 挺好的 我刚从颜海回来 我正准备找你喝酒呢 你就来了 你说瞧瞧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托龙哥的福 我能不好吗 水凤妹子 你不但越来越会说话 而且还越来越漂亮 龙哥 你不说话 他能动手吗 龙哥 你不说话 他能动手吗 龙哥 你不说话 你不说话 你不跟我汇报 他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这么帮他 龙哥 我真的不知道啊 放屁 龙哥 算了算了 贾翠岚既然说他不知道 那肯定跟他没关系 那就 别难为他了呗 你没看见 贾翠岚当时那个样子 还有 他气得眼泪快掉下来了 就经我那一番话 他说是 也不行 他说不是 也不行了 太好玩了你知道吗 这贾翠岚居然被我给整了 水凤 贾翠岚这人哪 是挺烦人的 不过 这事啊 就到此为止啊 也给人留条活路吧 毕竟他也是个女的 也不容易 去去去 你那么好人有什么用啊 你忘了以前在乐坑 在县城 他怎么害你的 我就是担心 你得注意点 我怕他到时候打击报复你 龙子 来 来副过来了 约我见个面 我去一趟啊 你去吧 你别告诉他我的情况啊 你俩又怎么了 你别管 别跟他提我就行了 去吧去吧 行 我知道了 早早了 哎 那你早点回来 怎么了 盖莱夫 我终于知道了 当年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他 我 为什么呀 来干嘛想吃天鹅肉 叫你办点事你都办不好 就业公司成立到现在 你办成一单出口货了吗 还拉帮结派 用我的人也不跟我商量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你要是不想干 你就别干 龙哥 你别生气了 都怪我不好 翠兰知道错了 我之所以瞒你 那是因为我在乎你啊 我见你跟水风走得紧 我心里难受 在 但是我绝对没有不把你放在眼里的意思 我知道你当大哥不容易 我不应该给你添麻烦 当初 我离开我男人遇见你 那个时候 我就把你认定是我这一辈子的依靠 龙哥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你也答应过我 要保护我 我只有你了 你就是我这一个世界上 最亲 最信任的人了 求你 求你别怪我 你千万别不要我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吃的 你别忙了 喝点喝点 水分怎么样了 你跟水分怎么了到底 我俩没怎么 看 我俩没怎么 水分接接生实实给我上了一课 我一下就清醒了 怎么了 作为男人 你得挣钱 你得挣大钱 你没钱你让人瞧不起你 你还别笑 我提醒你啊 你别小富济安哪 你得想办法赚大钱 你看看人鹰子 那秀业干得多大 不比你挣得多得多呀 行了 不提那个 再说了 你 还上班呢 你哪有时间挣钱啊 下岗了 真的 你看我 不知道 没事 不好意思啊 国家改制 我们也幸免不了 要我说 下岗也是好事 你可以下海啊 就有时间挣钱了 好事 来 来来来来 喝喝喝 你跟我想的一样 要不说你是我兄弟呢 我就得下海挣大钱 你说我能干点什么 要不你跟我跑车去 给我递个毛巾啥的 不行 那也能挣几个钱呢 我得挣大钱 你这钱是什么 什么呀 钱就是爹呀 来 为爹干一 不 不是咱们的 是你的 爹 老婆 我爱你 喝酒了吧你 喝了一点点 哪啊 这一点点呀 浑身都是酒味 赶紧洗洗去 等不及了 现在就是想要 要什么 天啊 您闹 明天有事呢 不如 啥事 也没现在的事 中药补补补补补补补 别了 哎呀 这回怎么这么讨厌呢 浑身都是酒味的 这就就来一次 我明天有事 我还来吧 来 放开 喝酒 懒得跟你这个醉鬼说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 妈他们都在睡觉呢 我不管 你是我老婆 我想什么时候睡就 你个醉鬼 你别闹了 你干嘛呀你